中國作監莫然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公民後說 他希望目前被監禁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能夠很快從監獄獲釋 中國作監莫然星期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 有人批評他沒有站出來為劉曉波的遭遇說話 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 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體制